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傑 又到了數字易經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是車子 人的一生中會買很多的車子 不管是新車或是二手車 那每一台車呢,其實它只分的是廠牌以及型號 那每一台車買回來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開著一樣的車子、一樣的型號 他卻能夠生意、欣融、家關禁絕、生活順利 為什麼有的人車子買回來呢 就是意外不斷、貨財店 其實每一台車長的都一樣 他們最大的差別在於哪裡? 車牌 沒錯,好的車牌呢,它可以帶給你家關禁絕 不好的車牌,它會帶給你破財連連 好,今天呢,我就會來告訴大家如何自行挑車牌 以前你可能會聽你的長輩 告訴你,我們要買連號就好了 我們要買數字好一點的 那數字好一點的以及連號 通常都是要花錢去買或者去標的 那難道這些好運都集中在這些人身上嗎? 好的車牌比如說888、666 或者是有的說法是說尾數大一點是越大越好 不要有四這一類的 難道這些凡夫數子所講的都對嗎? 其實我們可以從數字易經來探討 到底如何自己不用花大錢挑到屬於自己的好車牌 避免掉不好的車牌 有哪些數字不好我們把它避免掉 好,接下來就是見識 我們今天如何用數字易經來挑車牌 讓我們數字易經來告訴你們 Check it out 好了,那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如何挑選好的車牌 在這之前你必須要知道說 每兩個數字形成的每一個掛像要怎麼看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還不知道,還沒學會 上面我會放上我的資訊卡 請你去我之前的視頻看一下 裡面我會提供一個表格 每兩個數字它就會形成一個掛像 好的或不好的 請你去惡補一下吧 那我們會有四個好的掛像 然後四個不好的掛像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車牌 集中在好的掛像 排除到不好的掛像 那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每一個不好的掛像的數字組合 會為車主帶來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無軌 無軌的數字組合呢 如果它在車牌上 它會造成你 開車的時候喜歡蛇行 會容易有雪光 或者是會被破壞到 這是無軌、車牌、數字組合的特性 第二個我們要來說的是絕命 絕命的話呢 它是會喜歡開快車 但是它跟無軌不一樣 它喜歡開直線的快車 但是它很容易會有事故發生 接下來呢 我們要告訴你的是六煞 六煞呢 如果你是已婚的人呢 會很容易跟自家人在車上形成口交 但是下車以後可能就不會 接下來呢 我們要告訴你的是 禍害 禍害的話呢 六煞不太一樣的是 六煞是跟自家人吵 在車上的時候 那禍害呢 就是跟什麼人都吵 對 就吵起來整個吵 吵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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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是禍害 那我們就講完了四個 那你們要特別注意一個部分 如果說呢 你的壞的心呢 是跟這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你的傷亡會非常的慘重 只要有它生任何的意外的時候 傷亡就會非常的慘重 也就是六煞跟絕命或者是無鬼 結合的時候 同時出現在同一個車牌上面 那這個如果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傷亡會非常的嚴重 損害非常大 好 那如果說你本身的你的命格 是屬於符位居多的 那你使用的車牌又是符位的話 那很可能會造成你的事業以及生活 會開始停滯不前 慢慢的停滯不前 那有哪些好的車牌呢 要用哪一些好的組合呢 因為太多了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數字組合 舉辦在這裡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請你截圖來看就好了 OK 好的 接下來呢 我來告訴幾個大家 一些例子 讓大家去學習參考如何使用 不然每次我視頻拍完以後 很多人都告訴我 到底要怎麼算 都看不懂 那我這次呢 就會舉些些例子 讓大家去看 好 那我們這邊看的就是 AKA8179 那我們英文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英文呢 它會有地域性 地區性 所以這是我們沒辦法去挑選的 我們就會直接把它省略掉 好 那8179 我們查表格 我們所給你的表格呢 裡面看出來它就是 烏鬼 禍害 以及烏鬼 那根據我們剛剛所說的呢 烏鬼會怎樣 會容易有雪光之災 而且會容易被破壞 無緣無故的被破壞 那禍害呢 就是在車上會發生爭吵 不管是親人或者是朋友 或者甚至你會載客人 都會發生 奇怪就莫名其妙發生爭吵 那下車以後又好了 那這台車的車牌的特性呢 它可能就是 它喜歡開蛇行 車上容易跟人家爭吵 然後或者是 很不小心就會有雪光之災 那這個呢 這塊車牌呢 就盡量我們避免把它換掉 因為我們可能花個兩千塊 去把它避免掉這個車牌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車牌 我們第二個車牌 叫PDA1637 我們查表以後呢 可以獲得 六煞 五鬼 以及絕命 那我們剛剛說呢 三王會非常慘重的 就是六煞 加上五鬼 或是絕命 那它又有六煞 又有五鬼 那如果你剛好不小心 是這個數字車牌的車主 我麻煩你 你可能真的要把它換掉 因為它會造成非常大的危險 以及傷亡 好的 以上就是我教大家 如何用數字液晶 去挑選到一個好的車牌 讓車牌呢 幫助你飛黃騰打 記住 車牌它只是輔助你 你重點還是要知道自己的命格 屬於什麼樣的個性 那你發揮自己的特長 不要去學習不屬於自己特長的東西 那你會學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會四倍公辦 了解 OK 以上呢 是我的影片 我是阿傑 會告訴你一些簡單的數字液晶 如果你喜歡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追蹤 搶先看 按讚 我的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